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歡迎來到亞洲最大孤勇者的研究團隊 沒錯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賀歲遊園會的重點在哪裡 當然 這次呢 我們也實測完了 然後呢 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年輩世 還有我們過年神器同伴 還有這個大威天龍 那麼整體他們用起來的這個強度呢 是如何 有沒有必要呢 把他們給抽出來 都會在待會的影片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儲值的部分呢 最好是等到這個10號的時候再來儲值 因為會有這個招財貓的活動 這是官方貼出來的訊息 那招財貓這個活動呢 抽下去可以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基本上運氣不要太差的話呢 都會有這個差不多三成的一個反例 那如果你在用這個官方儲值的話呢 加起來 差不多就有來到了這個四到五成的反例 也就是說呢 你除一萬賺 可能你可以拿到這個一萬三千賺 一萬四千賺 甚至可能有機會可以更多 所以最好呢 就是等這個招財貓的活動 再來做一個儲值 好 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呢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啊 無課玩家也都是可以去白嫖到我們的祥瑞龍 所以大家每天的任務記得要解好解滿 然後我們順便呢 來評價一下這個祥瑞龍整體的強度呢 上陣效果使所有敵人受到傷害增加6% 但...我感覺啦 弩手的話呢 好像沒有他的位置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去上角這個燈籠啦 累積滿520次就可以白嫖到我們的祥瑞龍 那解每日呢 都可以去獲得到8756 就560個了 所以只要每天有上限 應該能夠輕鬆的把它給解完 好 那我們來評價一下 這隻祥瑞龍的強度呢 我覺得對弩手來說 比較沒什麼機會有他上場的空間啦 他跟這個我們的鞋子比呢 我覺得強度可能就沒到這麼好了 基本上呢 是比這個茄子還要弱的 當然跟我們的嬌嬌比呢 更不用說 還有這個我們的俠客鳥 那基本上都是比這些還弱的啊 那對於戰士來說呢 還有上場的空間啦 但也是微乎其微 畢竟說 戰士的話打架呢 會去擺這個陸嘛 然後狗 寶藏龍 然後加上我們的這個牙膏 那最後一個通常不是去擺這個茄子 不然就是去擺這個烏龜 所以呢 好像也沒有他上陣的地方啊 唯一呢 對於法師來說 算是比較有用的 因為法師的話呢 能夠上陣的這個同伴 選擇性比較少 法師的話 只能上陣這個龍 狐狸 水精靈 然後再加上這個精靈 所以法師的話呢 基本上目前只有四個可以上去喔 所以這次出了這個祥瑞龍 對於法師的蝴蝶一波流呢 整體的強度啊 又得到了提升喔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過年神器的部分喔 那這個神器呢 阿貝有實測過了 基本上這個強度呢 真的是有點可憐啦 畢竟呢 這把神器他吃的就是我們普攻的係數啦 但以現在的環境來說呢 這個普攻係數我們是撐不太上去的喔 那這個他頂多普攻係數啊 也才加到個幾百趴 頂多讓他來到個一千趴 那你想想看 你用大威天龍的時候呢 五秒可以造成五千趴的普攻的一個範圍傷害 但你放這個大威天龍的技能 你有感覺嗎 基本上呢 非常的無感 所以這一次過年的神器呢 用起來也是非常的無感 有放跟沒放是差不多的 但他可以偷跑 他的造型是可以偷跑的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中大課玩家 然後你是玩弩手或者是法師的時候 你當初錯過了本元武勝鎚 那這一次的加特林 基本上中大課玩家必抽 因為有這個加特林之後呢 你就可以偷跑了 像對於阿貝來說呢 就蠻需要一把的 但我已經有鐮刀了 我覺得要偷跑那一點我也幹不死誰 所以對我來說就比較還好一點 神器保底要抽到一千抽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有點硬啦 就只能稍微的偷跑一下 除非啦 等以後 哇我又幹兩個人了耶 哇我現在這個PK的強度 好像有點越來越厲害了 越玩越開心了 所以要抽加特林嗎 我現在應該是沒有這個打算 畢竟為了偷跑那一點 然後要花到一萬的話 那對於小課來說呢 其實不是說很理想 我覺得是沒有到這麼理想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把神器 那當你抽完了第一輪的這個龍席噴槍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點右上角來神器自選 那第二把當然就是來抽我們的大威天龍 尤其是你之前有錯過的人 那這個大威天龍 他其實他的技能不強 但最主要呢 需要他的這個擁有的屬性 減傷10% 這條屬性呢 是比什麼 痊癒攻擊加10% 或者痊癒攻擊 痊癒生命加到這個10% 整體的效果還要來的更好 所以基本上中大課玩家呢 不要講到中大課好了 大課玩家呢 基本上都必備一把 所以你是大課玩家 之前錯過的話呢 建議來把他給課出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滾圓跟龍炮哪個偷跑快 基本上 目前測出來啦 是差不多的 欸是差不多的 頻率是還蠻相近的 有時候這個五勝錘會比較會偷跑 有時候呢 這個加特林又會稍微的偷跑一點 但 感覺啦 我自己測下來的感覺 好像 加特林 就是過年的這一把龍席噴槍 好像更會跑一點 好像稍微的更會跑一點 但我 基本上測下來是差不多啦 就是好像有一點感覺他會偷跑一點 所以大家自己就 思考一下好不好 OK 接下來呢 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過年被飾的部分 那過年被飾呢 就是 他可以開場去噴嘛 那已經有實測過了 確定呢 是可以去吃到 法師的技能傷害加成 當然也可以去吃到這個法師的 法師的這個 暴擊 技能暴擊 所以對於法師來說呢 這個獄龍型 是蠻厲害的 是蠻厲害的 強度呢 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是蠻不錯的 是蠻不錯的 但 要以長遠來說 可能不錯啦 長遠來說的話 這個獄龍型的效果 會大於 獄龍月菸 因為我們實測下來 他其實蠻會噴的 他平均噴一次呢 都會噴到三到四次 很少看到兩次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剛好在測的時候 非常的歐洲 但 我們那時候測其實也看了 他噴了二十幾次了吧 至少十幾次也有看他噴了 但 幾乎每次都噴三次以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 他這個實測下來的這個 效果呢 感覺是大於 他本身字面上寫的 大於他寫的這個期望之 OK 所以呢 這個獄龍型對於法師來說呢 是蠻強的 但 也實測過了 他是沒有辦法 去跟我們的蝴蝶做搭配 但現在法師最強的 就是蝴蝶一波流 所以 這個獄龍型 背勢 沒辦法跟蝴蝶做搭配的同時 甚至呢 就覺得 好像抽他出來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法師最強的就是 一波流啊 不會去打這個長線啊 打長線 現在的法師來說 還是蠻吃虧的 所以 對於法師來說就好像 沒有這個必要把他抽出來 但 你要去想到說 會不會未來 你的法師 那個蝴蝶被嗑到了 對不對 蝴蝶搞不好哪一天沒有用了 那你又沒有獄龍型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有點幹 所以呢 這邊大家就去思考一下了 去思考說 你要不要為了長遠 來做一個鋪路 對長遠來鋪路的話呢 我覺得是可以抽的 是可以抽的 如果你是很愛玩法師的玩家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效果呢 他是持續噴好幾次嘛 而且噴的速度其實是挺慢的 他可能會 他噴個四次大概要持續兩秒吧 也就是說呢 他是可以去吃到 法師的這個雲的這個爆擊效果 可以去獲得到這個疊加攻擊的效果 就跟這個蝴蝠呢 好像有一點點類似的地方啊 所以對於法師來說呢 走長線的話這個 配飾是還不錯的 唯一的缺點齁 就是沒辦法 跟這個蝴蝶做個搭配啦 為什麼不能跟蝴蝶做搭配 因為 你那個蝴蝶擊飛的0.5秒 都已經結束了 他這個都還沒開始噴啊 人家的套都已經開出來了 他才會開始噴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跟蝴蝶的這個一波流做搭配的 所以如果是蝴蝶一波流 目前啊 還是帶這個羽龍月菸是會比較好的 我後來有看到一下噴一次或兩次也常有 所以那時候剛好我在實測的時候 運氣是蠻歐洲的是不是 所以呢 才會剛好都看到三到四下 噴到三到四下 所以結論呢 這個被飾目前對於當前的版本來說 是沒有什麼出場的空間 不管你是弩手戰士或者是法師 都用不太到 除非你是玩這個法坦流 然後不是玩這個蝴蝶一波流的話 才會用得到 但如果你是熱愛玩法師的玩家 又考慮到未來可能這個蝴蝶一波流會 如果是可以沒用或者說不強了 到時候可能還有這個羽龍型可以來做個替代方案的話 那是可以選擇把它刻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強度啊 是比這個羽龍月菸還要強的 OK接下來呢 我們來稍微的講一下這一次的活動做棋 雖然它還沒有開放可以抽 但我們可以先稍微的做一個推測 首先呢 這個做棋最重要的地方就在於說 進化並無視控制效果 持續一秒 這一條 如果它開場會放 而且開場放的時機點很好的話 那可能會變超級強 但它這邊只有寫到每隔10秒放 據官方的好像有回覆 開場是不會放的 但有時候這個客服呢 以我對客服的經驗 其實有50%的回答 比較深的回答 他們是回答不出來的 畢竟說客服要很懂遊戲的也不多啦 欸對不對 客服通常也不需要很懂遊戲 要懂得 OK 所以呢 這個開場會不會放 還是要等到時候出來實測之後 畢竟說之前的鐮刀 當初剛出的時候呢 也只有寫到每隔20秒放一次 以為是個垃圾 結果沒想到用的時候才發現 它開場就會放了 而且它開場放的時機點 還是超級好的那種 欸它不是一開場就秒放 不是 它是延遲了兩秒之後才放 所以實際上 最終這個技能放出來的時候 是在三秒的時候 那三角 那三秒的時候這個影響的 就差很多 你開場放就是個垃圾 就是開場順放就是個垃圾 或者你開場一秒放的話其實也還好 偏偏呢就是開場兩秒的時候放 加上技能會延遲一秒才出來 等於說它是開場第三秒的時候把技能打出來 那就可以讓你的無敵呢 讓你在多無敵到這個多無敵到兩秒 所以影響呢是非常的厲害喔 非常的厲害喔 它基本上是這個開場的2.5秒開始做一個釋放 所以這個座騎以後出來之後呢 也不知道如果它開場會放的話 會是在開場順發 如果開場順發的話呢 那這個蝴蝶一波流就直接廢掉了 而且如果開場順發的話呢 還有機會可以把一些這個繳械 一些負面效果全部都清掉 所以如果開場順放的話 有可能這個座騎 直接變成T0中的T0的座騎 變成屌打輕牛的座騎 非常的厲害 如果它是開場順放 同時呢還可以去把繳械也進化掉的話 那無敵了 那無敵了 基本上爐手必抽 所以呢還是等這個實測好不好 等它出來之後 搞不好開場不會放 或者說它開場放的時候呢 是在3秒的時候放 那也沒用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看它說這個出來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法師會跌落神壇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次過年的活動 我們如果要抽滿保底的話呢 要花到多少的錢 好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新春之約裡面 會有個新春登錄 那一共呢這邊我們是可以去拿到15個火柴 火燭 所以呢就15抽嘛 然後呢33塊的 欸不對 先從這個 年獸來襲 年獸來襲這邊呢 我們每天啊 這邊沒意外的話 是每天可以去獲得到5抽啦 那7天的話呢就35抽 然後再來 燈火照封年 這邊我們去上繳這個燈籠 然後上繳到525個 就總共可以去拿到13抽 那525個 你知道每天有解每日的話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難度 都是可以解完的 然後 這邊加起來齁 就已經來到63抽了 再加上我們走訪親友這邊 你每天可以去送別人兩個禮物 拆禮物的時候呢 也有機會可以去獲得到 送禮物的時候呢 也有機會可以去獲得到 所以基本上會超過這63抽啊 好再來 要怎麼課 比較划算呢 這邊就課這個33元通行證 這邊我們只要花33元就可以去買到22抽 CP值超高 然後再來330這邊 空行證有兩個 欸等一下 我還沒有要買啦 我只是要看啦 不行啦 他直接叫我買 OK 那這個330這邊一共可以去獲得到100抽 然後 接著呢 這樣我們就需要去刻到這個 5包的3290 然後去拿到700抽 這是保底的部分喔 我們都會以這個保底的情況下 下去呢 做個計算 然後接著呢 再刻一包1690 670 然後加上這個 17 加33元 剛好呢 就可以把這次的活動給抽出來了 那 這個 最差的情況嘛 就是保底 神器喔 需要花到 一萬 九千 三百 七十六元 喔 欸 這樣其實也是蠻貴的耶 對不對 也是蠻貴的耶 但是呢 聽說有蠻多人啦 都是在500抽左右 就把神器抽出來了 好 所以呢 這個也是要看個人 也是有聽到人家保底的 也有人兩千抽保底兩把 所以還是要看每個人的臉是如何啦 好不好 OK 那最後如果你想要抽的話呢 想要課金的話 就建議說你要有保底的這個決心啊 欸 你不要想說 啊我只有500抽 我拼拼看 建議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你想要抽 就一次 幹到底 你就要有這個決心 我可能會保底 那 即便要保底了 我也要把它砸出來 這樣 你才跟這個活動 千萬不要賭運氣 那你會虧大 好不好 到時候如果沒出來你就虧爛了 像之前那個 神器的活動 那個我們的鐮刀活動 就有觀眾留言跟我說 阿貝 我抽到600多抽 可是鐮刀還沒出欸 怎麼辦 我就跟他說 你一定要決定就是 確定可以抽出保底你才課啊 然後 他就說 可是我沒錢了 哇 我的天 這樣整個虧爛欸 好不好 要 就是要跟到底 欸 頭不要洗一半 那超虧 要 就要確定說 你有辦法 跟到底抽出來 不然就不抽 不然就別抽 好不好 不然就別抽 欸 要嘛就不抽啦 要嘛就是你要有決心 保底你也要抽出來 這個樣子 好不好 這樣才跟 欸 不然就別抽 不然就別抽 養生館能一半的嗎 笑死 好 那 這邊呢 我們再來講幾個重點 那因為我們這個攻略啊 不知道 我們這是這個 第二天就把它做出來了嗎 所以活動呢 會不會還有什麼 其他地方 有送抽抽的 不確定 所以大家呢 自己要去觀望一下 例如說 有可能會送 抽抽的地方 這個紅包雨是確定沒有了 每天的12點 中午12點 到這個晚上 不知道幾點 都會有這紅包雨 那紅包雨呢 就是點這個 頭像這邊去領這個紅包 就送粉鑽而已 基本上 送的也沒到很大 沒什麼感覺 那個 有領跟沒領 我感覺是沒感覺 然後 再來有可能有的這個 有可能會有抽抽地方 搞不好這 做起的寶箱活動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 但也不確定 但也不確定 所以大家呢 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還有這個家族年夜飯 也不知道有沒有送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順便來講一下 這個家族年夜飯的玩法 因為齁 他現在也都沒有說 這個年夜飯他們 製作出來獲得到這個獎勵是什麼 都沒有說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去看能夠完成多少個 就去完成多少個就好了 例如說呢 這個金玉滿堂這邊 最主要的主菜已經有了 這邊有人捐了 其實最主要會缺都是主菜 那這主菜已經確定有了 那我們就去補後面 像這邊還有缺蔥 你就補這個蔥 要大概20個 現在這個蔥也沒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油 油的話呢 也還需要30個 那我們就補30個 然後就可以把這道菜給做出來 如果滿足了他的條件的話 所以呢 大家先去看一下 前面的主菜有什麼 然後呢 再去補後面的材料 千萬不要沒有主菜的時候 就去補後面的材料 因為主菜我現在看起來呢 是最容易缺的 主菜都沒有 我這個帳號這個活動完下來 我也只有獲得到兩條魚而已 一條魚還是兩條魚 我忘記了 反正主菜是相對來說 比較少的 好不好 所以這邊大家特別的去留意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下方的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沙貝 我們下集再見 Bye 啊對了 還有推出了 最新的裝扮 這邊推薦先去買 武林門有增加奇遇獎勵的獲得機率 然後還有場景的叫醒春天 優先買這兩個裝扮 囉 我待會兒 你 你 你